好 选举嘛 拿到最多的票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在整个选情 一路带大家同一时间来做关注的时刻 今天我们看看嘉义的部分 嘉义算是国民党在南部地区 唯一一个蓝执政的地方 但嘉义市今年的选情 目前为止看来也是一个不是太乐观 那不太乐观 这跟大人们在吵这个捅不捅 毒不毒有没有关系 那么跟这个操不操脱蓝绿 有没有关系 我请教庞老师 嘉义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选情的地方 这个民主圣地那个喷水池 每次在开票的时候不得了的一个盛况 但重点是他到底在这边是蓝还是绿的地方 如果从传统的这个选举来看的话 他原来应该是比较偏绿的 他的确是民进党曾经 或者绿营称之为民主圣地的地方 但是后来的状况最少 现在的这个市长黄敏慧 他是蓝营的 所以他并不是说蓝营就没有经营的空间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蓝营本身不团结 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 我们就赶快看看这个 万物忠实最新的民调同步选情 邦老师带您看 您刚刚讲到蓝营只要不团结 机会恐怕就拱手让人 好 现在的态势就这样 提名的是陈以珍 但是蹦出一个肖家般的消熟力 所以现在看来 陈以珍的支持度是输了图形者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来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消熟力跟陈以珍一加起来 很明显的他们还是会领先的 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本身要好好处理的一个问题 地方政治生态上面有他们地方政治生态的考量 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用你中央的 甚至于有所谓的清廉执政的这一种思维来做好的处理 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是地方政治的处理 当然有些基本原则不能放弃 但是也不能不接地气 好 这个庞老师在我们节目上不断的提醒接地气 所以任俊其实国民党就有这样的问题 地气接不起来 所以有人说陈以珍空降的嘛 消加班在地多大的一个地方派系 但是一直得不到国民党的青睐 所以党中央又是从台北看地方 那许家班呢 许家班也没成功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定要讲地方的话 我觉得应该整体回来看 那许家班现在有一个代表人物嘛 现在他的案子也卡在立法院里面 我不需要讲就是说政治上面 就类似我们在讨论基隆的这一块的时候 大家也会质疑啊 说你为什么地方既然是这样 你还坚持要提名他 即便你他已经有这么大的争议 国民党中央也不愿意口出二言 似乎让这个争议一直拖 所以相对来讲 我认为在地方整合上面 现在确实还没有达到整合的那个成功 那没有达到整合的成功里面 我知道国民党其实有在做一些努力 只是说这样的一个努力 从目前来看 似乎暂时是没有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成果 当然对萧淑莉来讲 他有他自己的很多的想法 我比较讲政治有的时候 我想在座大家都是先进嘛 政治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妥协 妥协就是一种谈判 谈判就是一种交换 那在这里面来看的话 我认为国民党不会轻易的 放弃掉嘉义的这一席 因为他如果嘉义的这一席失去的话 代表不是失去一个县市首长而已 它代表的是国民党在整个南部 可能会完全的崩盘 我说崩盘意思是说 因为其实他选举走的一种气势 那嘉义本身 嘉义市本身 自己有他独特的那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刚刚您也提到 就是说在那个喷水池 每次选前置业的时候 蓝绿在那个水池 对垒对阵的那样一个局面 而且长期以来 嘉义市 你看几乎就是国民党 他其实那个地方 可以掌握他的那个 所以我会认为国民党 他其实还有一些些 要努力的空间 不过我认为从目前来看 那个契机可能还没有达到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在地方上面 或者在很多在谈判的那个空间里面 似乎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成果出来 是 所以说这个嘉义抢不抢 蓝绿抢不抢 当然抢 但是我们说到这一头抢 跟我们在前面谈到的 前段谈到大人们的问题 来自首都的问题 现在你看到嘉义市小小一个地方 但是它的向镜意义 又这么样高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大人在做事 在地方都没有影响 那么没有影响之后怎么办 他们自己要怎么去努力 拿到这一席次呢 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讨论